您好,欢迎光临并欣赏本视频 感谢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世界微笑日的由来与意义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微笑了吗? 其实,微笑不仅是脸上的表情 它还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 可以为你和身边的人带来无限的喜悦和舒适 现在就和您分享关于世界微笑日的由来 关于世界微笑日的由来有两个由来 第一个由来与意义 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微笑日 这一天是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 也是国际红十字日 从1948年起 世界精神卫生组织把这天定立为世界微笑日 旨在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 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与友善 增进社会和谐 每年的这一天 世界各地都会举办相应的活动 让人们可以通过微笑 拥抱和关怀来表达关爱与支持 在世界微笑日这一天 人们通常会透过微笑来表达对身边人的关爱和支持 也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展示微笑的力量和重要性 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有关微笑的帖子和照片 或者参加当地举办的微笑相关活动 如微笑比赛,微笑散布等等 此外,世界微笑日也被视为一个 庆祝人类情感表达和社交交流的日子 让人们可以用微笑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促进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第二个由来与意义 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旨在向全世界宣扬微笑友善的信息 此日的史创人是著名笑脸表情的创作者哈维·鲍尔 他于1963年创造了笑脸表情 自1999年开始 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都被定为世界微笑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 旨在鼓励人们对待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 保持微笑 并传递微笑的正能量 哈维·鲍尔去世后 哈维世界微笑基金于2001年成立 成为世界微笑日的官方赞助机构 并且每年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2013年 世界微笑日的英文的口号是 Do an act of kindness Help one person smile 中文翻译是 做一件好事 帮助一个人微笑 通过这个口号 我们被鼓励去关注他人的需要 并且透过帮助他人来创造微笑和喜悦 以上是两个世界微笑日的由来与意义 微笑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情感表达 它能促进身心健康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微笑可以消除压力和紧张情绪 让人感到更加轻松和放松 此外 微笑还可以释放内部的愉悦和正向情感 提高个人的情绪稳定性 增强自信心 从而使人更加积极向上 在世界微笑日这一天 许多地方会举办相应的活动 以鼓励人们微笑 拥抱和关怀他人 增进社区和谐 通过微笑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散发正向能量 感染身边的人 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氛围 关于除了在世界微笑日这一天 进行相关活动之外 微笑也应该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微笑不仅可以让自己 感到更加快乐和愉悦 也可以帮助他人打开心扉 增进人际关系 事实上 微笑已经被证明能够减轻压力 降低焦虑和抑郁情绪 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此外 微笑还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 微笑可以促进身体内分泌系统的正常运作 释放出身体内的快乐和耳蒙 如多巴胺和内肥胎 有助于缓解身体疼痛 降低血压和减少感染风险 因此 让微笑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仅可以让自己感到更加快乐和健康 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传递愉悦与友善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和谐 我们常说要常常笑口常开 因为微笑不仅是脸上的表情 还有助于身心健康和谐 甚至能延长寿命 心理和生理是相互影响的 爱笑的人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同时也会促进身心健康 想一想 当你遇到一个面带微笑的人时 你会有什么感觉 是一种温暖 亲切和舒适的感觉 对吧 其实 微笑不仅能让你感觉良好 还能让你身边的人感到舒适和快乐 所以 不妨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欢笑和愉悦吧 现在就试着保持着微笑 去表达你对世界的热爱和感谢吧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要记住 微笑是一种超越语言和文化的表达方式 它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建立起更深厚的友谊和关系哦 祝福您能永远保持着灿烂的微笑 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爱和快乐 愿你始终拥有开心的心情 让微笑成为你生活的常态 愿你的人生充满欢乐和笑声 每一天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